我现在全然没有胃口 但推车的乘务员路过时 我还是提起语气 麻烦给我一个面包 一瓶水 有备无患 毕竟下一次食物 不知道还有多久 拿到面包后 我放到枕头旁边 这时车速渐渐放慢 窗外出现一个站台 可列车广播根本没有提示到站 我看到那站台上 有排队等着上车的人 忽然我扫了一眼手机屏幕 注意到群里那个匿名的信息 居然在这时候撤回了 为什么要撤回 不是提示吗 几秒钟后匿名者又发出一条信息 各位旅客朋友们请注意 有人混入了阳情 有人混入了阳情 我没来得及看信息 一道黄眼的白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一个中年男人照着手机电筒 削了削我的床铺 哥们 我是A15 要不要一起去抽根烟 我被光亮晃的眼韵 适应几秒后 看见他的眼神顿了顿 明显有些焦虑不安 或许是吓到了 这人应该是孤身一人 不然也不会选择找同样是一个人的我陪他 我也有些心有余悸 稀黑一片的走廊 并没有安全感 摇摇头说 要不你叫别人吧 我不抽烟 好的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们同时歉意的点点头 彼此心照不宣的 不去提起车厢里诡异的气氛 男人最后还是选择独自一人 朝着厕所方向走去 销售的背影被黑暗吞噬 手机的灯光最后只剩一钉点亮 我突然想起群提示 不要抽烟 但现在已经过了三点 应该已经不会有事了吧 这时车厢一阵顿挫感 火车彻底停了 我看向外面的站台 无数穿梭的身影 在站台上奔走匆忙 打电话 搬行李 嘈杂中带着烟火气 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真实的梦境 但一个声音提醒我 绝不是梦 孩子 谁看到了我的孩子 宝贝 别怕妈妈来了 寻找孩子的女人 神情已经几乎癫狂 在车道里走来走去 诡异的是 在这一站上车的旅客 就像看不见她一样 对这个风言风语的女人 视若无独 自顾自的寻找铺位 车厢里没有开灯 她们却不需要光 不知是不是错觉 恍惚间 我总能看到她们的眼睛瞳孔中 涣散着若有若无的暗红色光亮 这样的眼睛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扑通 一个人将行李扔在了我对铺 是一个裹着厚厚外套的男人 男人裹着厚厚的衣服 将下半身塞进被子里 不知怎地 他给我的感觉异常不对劲 紧接着他抱着某个东西啃食 嘴巴咀嚼出清脆的声音 见我的眼神 盯着他不放 又走过来 突然问我说 你也饿了吗 我请你吃鸡船 你不要一直看着我了 男人发出笑声 表情却冰冷麻木 说完就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接着吃东西 胃口好到爆 我松了口气 原来是自己瞎想 看来他完全不知道 上了这趟火车意味着什么 我看向手里的塑料包装袋 吓一秒我的身体 瞬间冰冷僵硬 吓得差点把东西扔了出去 但我记得群提示里的一条 上车的顾客给你食物 可以不吃 但必须接受 我强忍恐惧 将手中跟我手掌一样大 五根爪子的鸡爪收下 塞进枕头里 你怎么不吃啊 男人扭过头来 疑惑的问我 同时我看到他眼里的红光在跳跃 那个我暂时不饿 待会儿饿了再吃 男人擦了擦手 埋进被子里睡觉 我屏住呼吸 确认他睡着后 才敢擦了他手心里的汗 可以确认对腹的家伙 根本不是人 他吃的根本不是鸡爪 而是人 手 想到这里 我整个身子埋进了被子里 不敢睡觉 浑身紧绷 我整个身子